Hello 大家好 我是Alan 今天是5月8日星期一又來到新的一個星期 今個星期我對於資本市場的判斷和上星期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仍然認為在5月份整體的波幅應該會逐步收窄 上下移動都是比較活慢 因為缺乏影響大市的重大消息或重磅消息 亦不會左右近排大市的方向 所以在一個平淡窄幅波動成交低落的環境下 板塊的輪動應該會持續 上星期特別看好的板塊 例如內地的金融股或幾件相關的股份 我相信今個星期仍然會受到資金追捧 今個星期有幾點需要特別注意 其中一些經濟數據會出台 包括中國的進出口數據明天會公佈 星期二然後星期三晚美國會公佈CPI 然後到星期四之後中國會公佈CPI和PPI 這幾組數據亦特別值得大家關注 進出口方面四月份的進出口 預期會比三月份進一步疲弱 進口數字會進入負荒 出口由三月份同比增14% 亦會降至大約中單位數的百分比 我相信就算出台是這類數字 市場都能夠接受 的確中國經濟尤其是外貿的反彈 進入到四月份或五月份 的確見到訂單是逐步見得疲弱的跡象 我相信大家亦不需要過度擔心 因為最近中國這麼強勁的霍蘇引擎 是由內需所帶動的 只要內地零售消費是能夠持續旺盛 今年中國的GDP目標是五 現在普遍的預期都應該是五點到六 我相信真的有機會達到 其次就要關注美國的CPI 美國CPI預期四月份和三月份 比較應該沒有太大的改變 同比都是升百分之五 但有一點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今次的Core CPI 似乎仍然是維持上升的趨勢 就是Core CPI 大家預期五點五、五點六 這個仍然是一個相對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即使美國聯儲局 上個星期加完息之後 由Flat Watch看到 未來短期加息的機會不大 應該都會暫緩加息幾個月 但是有個看法 就認為去到第三季度 或者第四季度 可能會進入一個減息的周期 但是如果你留意到一個Core CPI 仍然維持一個這麼高的水平的話 即是聯儲局根本不具備一個提前減息的條件 所以留意這一組的數據 如果是跟預期一樣 或者比預期稍高的話 可能在利率市場上會造成一定的擾動 從而會衝擊到整個股市 美國的股市受衝擊的話 港股也是比較難可以獨善其身的 所以今個星期有這幾個重要數據 有機會影響到市場會有少許多度 但整體的趨勢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 就是見到五一之後 五一出行和概念相關的股份 都是有一個比較大幅度被拋售 股價也是逐步創出五一前 就是近這一個月以來的低位 在大概五一之前也會提醒到大家 其實通常就是炒作這一類具有季節性的主題 或者板塊 通常就在消息到目前就應該是炒完的了 今次五一出行相關的概念和板塊 在五一前一至兩個星期已經見頂開始回落 五一之後是一個迅速或大幅拋售或獲利的機會 但既然是一個季節性的炒作 即是今次的季節完結之後 大家仍然可以期待下一個季節來之前 即下一個炒作高工來之前 其實是可以趁低部署的 不過現在未必是時間 有幾個板塊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個就是澳門的博彩板塊 因為近來只是被人猜得最深 亦也跌得最深的一個五一概念板塊 其次就是旅遊航空 博彩板塊從來的波幅都比較大 動一下就會有十幾個二十個波幅 的確是比較適合用來炒波幅 之前升完跌下來 雖然現在未必是一個出手的機會 大致看今年的跌幅 主要的博彩股 無論是人員或金山 大概跌到一個月的低位 但這是未足夠的 通常如果要見底薄反彈 或是薄技術反彈 一定是等待超跌才是一個出手的良機 但值得大家關注 通常這些衝高之後跌下來 通常都會出現一個超跌的情況 留意這兩隻博彩股的龍頭 銀魚和金山這兩隻 如果向下再跌多五至十個 應該都是短期可以出手薄反彈的機會 因為既然是季節性炒作 這個季節炒完之後 下一個應該是等到暑假 即是七月中開始 下一個旅遊或博彩的旺季 通常也和今次一樣 不會真的等到七月中才炒 即到七月中便可以集中 可以取消消費的機會 通常到六月中或六月尾 已經開始起動 到七月中前 即七月第一星期或第二星期 應該是第一個小高峰 即集中可以獲利的機會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長線 走線比較多 現在跌回起點的時候 出手也可以 但如果想買好一點的位置 不妨等多一兩天 讓它回到再深一點 亦是大家可以出手的機會